记者秋巧珍台北报道,修杰凯金,七,出席爱卫丽太平洋举办的Making Up Your Life 装点生命每一天公益活动,明天就是父亲节,爱妻爱家的她为了陪伴小孩,近年工作量大幅减少,她贴心表示,能够陪伴两个小孩的时间我都觉得很开心 女儿步步已经开始上学,她的观念是这个阶段的小孩子上学其实是很开心的事,在学校跟同学互动,吃点心,通常是玩乐心情大过于上学 现在社会霸凌事件层出不穷,万一小孩在学校被欺负怎么办? 修杰凯认为,小孩之间嬉戏玩耍会有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法,他尽量不太去参与,除非真的很严重的举动,才会觉得是不是有不妥 目前还没碰过太严重的问题,只能教小朋友说如果有人打奶,奶要说出来让爸妈知道 爱莫丽太平洋装点生命每一天公益记者会,修杰凯 记者陈毅宽社,超萌步步已经开始上学 翻社自修杰凯IG,修杰凯,中,与有两个可爱女儿步步和宝妞 翻社自修杰凯IG